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跟你們說 剛剛那個林雲先離開之前 跟我說 他說 你今天講課怎麼會講成這樣 我說怎樣 他說 我感覺不到你的熱情 我說 我累了 但是我剛剛後來自己反省了一下 在下課時間我反省了一下 對 確實 我確實今天上課沒有太 太調動起一個熱情來是什麼 我其實今天真正想講的都不是這些 我說真的 但我今天準備的東西 是為了要讓這堂課可以往前進行 可是我真正想要講的是什麼 我花三分鐘講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回 再回我本來準備的 我跟你講 我真正想講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地方上推千里步道的過程中 不是推千里步道 推淡蘭古道的過程中 推各種不同古道的過程當中 會讓我真正有十足動力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這個步道到底如何開闢 不是這個步道到底通往哪裡 不是這個步道過去到底有哪些故事 不是 它當然對我來說重要 我也喜歡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我真正真正會一直推動著往前 是我身上有一種 你說什麼 使命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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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可能類似於使命 是什麼 是 我有一種不服氣 那個不服氣是什麼 我講給你們聽 當你如果知道 基隆市政府是如何在編排它的預算 當你知道基隆市政府編排預算的邏輯 是對於現在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是完全不在乎的時候 我會非常非常不高興 我不服氣這件事情是說 OK 我只是一個市議員 我只能監督你 但是我沒有行政權 我只能告訴你 淡然古道這件事情是意味著什麼 可是要做不做還是在它 我這樣講大家了解 那這件事情就會往前回過頭來問啦 當我們再更細的往前說 那為什麼基隆市的步道都是 總是標準化的往水泥化的方向在進行工作 你就會知道後面在整個行政部門 有一個很根本的邏輯 這個邏輯是萬年不動 而且你沒有辦法挑戰的事情 我對這件事情 我會感覺到不開心 覺得應該要往前推進 應該要往前挑戰 他沒有對錯問題 但是就會知道是說 我如果認真的過生活 包括我認真的走路 包括我認真的希望淡然古道 有機會可以成為大家撞油的場景 我認真的想要推進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跟現有生活的 主流的遊戲規則 有太多太多衝突的地方 當整個社會要你快的時候 你們這些搞步道的人為什麼要慢 各位我這樣講你知道的意思嗎 當我們的政治是要說要有一個快速的立即建設出來 以達到這政治成果以及拿到選票 這都不是人對錯的問題 這是遊戲規則的問題 但你們這一群人卻說不要水泥化 我面對的是這個 然後我真正真正讓我有動能的也是這個 就我非要用這件事情一路往前推 我碰到誰我就跟他開始討論這件事 然後一路有機會讓這件事情是可以被更多人理解 但他不一定要接受沒有關係 我心裡面在在意的是這件事 難不難我覺得好難好難 我覺得好難好難 你知道我認識周勝欣非常非常多年 在我們都還很年輕的時候 當一開始從黃武雄老師 開始準備要往前推千里步道這個概念跟議題的時候 我就已經認識他們 甚至我的爸爸也都跟他們非常非常熟 你知道我看到的其實是 有一種共同的概念跟實踐模式是什麼 是這件事情只要我踏實的往前推進 我會碰到各種不同的價值跟生活模式 是需要不斷的討論跟拉扯還有對話的 它其實就已經是一種革命了 我必須這麼說 對 我花三分鐘我講完了 我其實只是要 我其實只不過就是以下優感而發 那我確實在這件事情上 我的熱情不是在剛剛在講的文史生態本身 文史生態本身它很重要 但是我是往前碰觸之後才會發現到說 喔 原來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地景地貌 長成這個樣子 後面是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遊戲在進行的 你們真的有機會 願意的話 特別你住暖暖的人 你只要跟我走一趟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暖暖溪散步道 你只要跟我講走一趟 我就會讓你看到地方政治最醜陋的東西 是怎麼再決定我們環境長成這樣的 我說真的 但是我今天講的都是美好的 所以林雲軒說我的熱情 對 沒錯 我告訴你我的熱情是在 面對剛剛在講的地方政治所帶來的 醜陋跟不堪的東西 我怎麼往前去對話 跟解決這些問題 我講這個問題就好 你們有機會你們自己去走一趟 暖暖溪注入基隆河的交會口 那是一條橋 叫做什麼橋 暖暖橋 很多暖暖人自己都不知道暖暖橋在哪裡 就像很多八渡人不知道八渡山在哪裡 很多基隆人不知道基隆山在哪裡 一樣的問題 好 這個當然我們不細講 但我要講的重點是 你如果站在暖暖橋 從那邊開始 一路順著暖暖溪一路往下走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就好 暖暖溪一路往上游走 然後再順著東四溪一路往 一路往這個 這個拉波波村暖東峽谷 一路往這個方向走 從這邊一路到拉波波村 三公里 步行走 三公里 你知道有多少個 藍河宴都橫更在溪流當中嗎 當你數得出有幾個藍河宴都橫更在溪流當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條河川怎麼死掉的 然後你再往前研究你就會發現 這些藍河宴都是在二十幾年前 省政府時期的野溪整治計畫裡面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不同的工程款 一路往下發包 然後在那個過程裡面 讓一條河川窒息的 你如果再慢慢走你就會發現 一條暖暖溪 它根本不配稱之為溪 它是暖暖溝 因為兩側完全被水泥化 單側啦 特別是一個單側 完全被水泥化 一旦水泥化的溪流 它的生態會變成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前幾年還有機會在暖暖溪 直接看到翠鳥 我超高興的 你知道嗎 因為翠鳥是在河的兩岸 左岸右岸 左岸右岸這樣子跑的 我想說有一岸都已經死了 你還往那邊去 但我要說的是 可是這些東西它是某一種供業 它是在地方政治歷史中的供業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藍河宴 說到最後不是為了河川 也不是為了人類 藍河宴的目的其實是為什麼 過去藍河宴的目的是為了要取水 所以現在在暖暖溪上唯一一條 我認為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藍河宴是什麼 是在那個磅浦間在日治時代做的 那條藍河宴 它是為了要取水拉到那個磅浦間裡面 然後進入到那個進水場裡面去 它是為了取水做的藍河宴 後面往下做的藍河宴幾乎都是為了 景觀這件事情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景觀 為了要水一攔 這邊就會有一個 超大湖面鏡面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一棟的社區大家就很開心 我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整條暖暖溪的流域面對的都是這個 我這樣講是不是比較熱情一點 但我要說的是說 我要說的是說 這件事情是讓人難過的事 然後而且我在暖暖 這些時間下來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所在 你知道要把已經水泥化的河岸空間 改成是去水泥化 這件事情比登天還要難 你知道嗎 你一旦要去水泥化 你知道會有多少人跳出來反對嗎 他反對不一定是真的他反對 而是因為他不理解 但是水泥一旦包下去 一百年都不會變 我們最近在談有關 基隆市海岸線的水泥化 嚴不嚴重 我們在座住基隆的人 住台北的沒有海那就算了 台北市的沒有海 但我是說你住基隆的人 基隆市的自然海岸線 你知道剩下百分之多少嗎 基隆市的自然海岸線 只剩下百分之13不到 百分之13不到 然後其他都全部水泥化 那水泥化我們也都知道怎麼一回事 那怎麼辦呢 下一個階段協和火力發電廠在天海照路 那又會再去掉一段 好吧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動能可能比較是在那裡 我的熱情可能比較是在那裡 可是面對這些事情 我們如果有機會建構出一種 好的網絡好的情境 讓人願意進入之後 他找到一種好的法門 可以更對環境有感覺 他或許一百個人裡面會有三個人 五個人跟我們開始一起關注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講完好不好 可能不太有熱情 但是我把它講完 好 來 我們如果 不過這個是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暖暖我最喜歡帶的導覽 不是文史導覽 不是生態導覽 當然我都會帶 但我最喜歡帶的是政治導覽 你們保證沒聽過政治導覽對不對 走走走走到這邊 為什麼這邊有個工程 我就解釋給你聽 再走走走走到這邊 為什麼這邊在幹嘛 我也可以解釋給你聽 你生活的周遭環境 一點一滴是怎麼被改變 而且改變完了之後 30年不會再改變 我舉個例子 這個又 你知道 我們過去幾年有在處理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後來解決了 但是在解決之前其實發生了一些爭議 是什麼 在也是在暖暖的某個地方 有議員 那時候我還不是議員 有議員要幫小朋友做一個 罐頭郵具設施 OK 找了一塊地 里長也說好 社區發展協會也說好 市政府也說好 經費也都OK沒有問題 結果呢 施工的方式是什麼 是直接把那塊地上面 全部鋪滿水泥 然後就讓那個 那個罐頭郵具就直接插上去 這件事情 有沒有人注意到 非常少 後來唯一有一到兩個人來跟我反應 這一到兩個人 他剛好就是野鳥學會的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百個人裡面有三個 你知道他在意的是什麼 他在意的是說 那邊那塊區域 是經常初夏的時候 會有螢火蟲的地方 他不應該這樣子弄 第二 那邊在夏天的時候會有蟬 會在那邊叫的地方 水泥如果一旦弄上去 你知道蟬要羽化出來要多久的時間 蟬啊 一隻蟬羽化從土裡面要出來 多久 至少要七年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他還是小baby的時候他在土裡 right 七年過後他往上爬 他出不來 水泥花就是這個問題啊 不是嗎 沒有人說水泥不應該存在 而是說這件事情他在做之前 他該不該發展出一種 對生態更友善的方式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我們此刻為什麼在說 手作步道它重要 水泥步道零成長重要 水泥很重要啊在生活中 但我們同時也會知道 它的排碳量是高的 然後我們同時也會知道 它對環境影響是大的 而且它相對不可能 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我們放慢速度 再把問題想得更清楚 你知道但現實中不允許 現實中有太多太多這種不允許 所以我經常會是 所以我一直從憤青活到憤中 再從憤中變憤老 就這麼回事 唉 來 我們講一點美好的事情 好啦好啦 我快快把它講完 讓大家回去睡覺 你看我們暖暖溪散步道 是我們這幾年一路往前 練習發展出來的一種 步道方案 這個步道方案 也是為了要能夠去騙更多的居民 願意出來好好的走路 OK 所以呢 這個案子 我們從暖暖溪散步 從暖暖溪散步到頭開始 然後一路最後走到西式水庫 順著暖暖溪一路往上游走 然後再順到西式溪 然後還會有一條插路小徑 走到七堵跟暖暖的交界 我們在那邊會設置了一個 折返的平台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 讓那個散步道 是可以跟環境整個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 就快快給大家看 龜潭是交會口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 我們透過社區規劃師的資源 然後跟在地居民共同發展出來的 基隆市這幾年是非常運氣很好 就是有非常好的專業團隊 願意進駐來跟社區共同陪伴一起發展 所以我們有機會可以發展出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要回到我們剛剛最前面開始看到的第一張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彩繪的那一張 跟這個 前後差六年而已 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人跟環境跟社區跟政策跟預算跟政治之間 它勢必是要發展出一種新的遊戲規則 而不是再像過去 25年前的那個野西整治所留下來的遺毒 到現在為止不但沒有消失 它還會再往下25年 就像我剛剛在講水泥化這個問題一樣 好 這個是龜潭 然後我們反正就跟著社區士的團隊 在他們的協助之下 然後我們一路做了一些東西 再往下一個點 幫浦間 這個你們也都沒去過對不對 有人有 有人沒去過 好 幫浦間 我們也在幫浦間做了一個點 然後但是其實就是透過各個不同小點的營造 然後讓暖暖溪散步到是可以被建構起來 全長也大概兩公里多 是一個非常非常舒服的散步鏡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幫浦間也在暖暖 這是幫浦間早期的樣子 這邊這個就是我剛剛在講 我認為暖暖溪上唯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藍河宴 就是只有這一條 你知道在日治時期的藍河宴 你們下次有機會到現場看 你看這個角落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它竟然是魚梯喔 竟然是魚梯 魚梯 一百 魚啊 魚要上溯的 魚梯 一百二十年前的日本人 他們在做這個藍河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結合這個地方的石頭 然後做出一個魚梯讓魚往上爬 可是你會心碎的是什麼 這個藍河宴再往上一個藍河宴 當然就是我認為不合情不合理 但是合法的藍河宴 那個藍河宴也有魚梯 那是依照法令的規定做出來的 但是那個魚梯 魚爬不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到 這條河川的生態 會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條河川被不同的藍河宴 一路結成好幾段 風水期的時候沒問題 一旦到了枯水期的時候 就大家死一片 會非常非常辛苦 好 來 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 有機會你們去現場看 這個是早期的邦普堅的樣子 那因為已經120歲了 到現在為止沒有在使用 然後裡面還存著當年 德國進口的抽水機 不過都已經不能使用了 好 這個是它外觀的建築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窗花 你看現在的這個邦普堅 它是平頂的 但是以前的邦普堅是斜頂的 我們就讓它可以骨精對照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窗花看到 現在邦普堅的樣子 盡量是這個是它夜間的樣子 自來水公司也在我們的鼓勵跟推進之下 會開始越來越注意 作為一個國營事業公司 跟地方的關係應該是什麼 所以那主要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 暖暖區的居民過去針對自來水公司 在地方上的某一些作為 有清楚的發展出了一種公民運動 在表示反對跟抗議 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開始學習 作為一個國營事業 不能夠用老大心態在地方上生存 它必須要跟居民發展出一種聯繫 那所以包含這個邦普堅120歲 然後他們使用某一些光雕的方式 讓地方的認同有機會 可以慢慢在一起升溫 這件事情是我們共同推進的 所以簡單來說 到底我們在做這些網絡的串聯 說到底某種程度它發生最直接的效益是 有越來越多的在地認同是在這種過程當中 慢慢形塑出來的 下一個點 邦普堅再往西式水庫的方向走 叫希望森林 希望森林有聽過嗎 有聽過 好 希望森林是2016年自來水公司 他為了要興建物料倉庫 所以無預警的把一片綠地全部移為平地 在那個過程當中引發社區嘩然 好 然後所以簡單來講那個故事就是這樣 那塊2016年的時候就是一片就突然被剃掉了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片大不大 看起來蠻大的對不對 他為了要蓋物料倉庫 所以就趁著2016年的9月29日 就教師節過後 然後一個颱風天的夜晚 他就突然把這片兩公頃的綠地就全部挖掉了 第二天一早居民起來散步 颱風過了居民起來散步 想說這邊到底怎麼了 就像被鬼剃頭一樣 你知道就是 突然就一片就變成黃土 大家就開始議論紛紛在問 來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你家 你會去問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這塊怎麼變這樣 旁邊人家 我也不知道 然後大家就摸摸鼻子回家繼續吃早餐 早上出來散步 對吧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 剛好就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六十 那個時候他剛好六十歲 然後得了癌症 退休 提早退休 然後在家裡治療 就一天到晚去水田地散步走路 然後那個時候他剛好學會怎麼用臉書 他就在現場把照片拍下來 然後就PO在臉書上 然後這件事情在網路上 就大家開始議論紛紛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竟然就變成了一個 從網路上的運動 然後變到是在現實中的運動 從網路中的運動是什麼 就開始有地方人士發起說 應該要要求這來水公司把訴訟回去 這口號一喊出來了之後 在現實世界裡面 就開始發生帶動的作用 你看 這塊面積 如果你用空拍機來看 是真的還不小 這個就是整個鳥看暖暖 然後這邊是東是溪 然後這邊是西是溪 兩邊匯流起來變成暖暖溪 然後你看這邊有沒有一點白白亮亮的 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是溪是水庫的水面 所以當時這塊面積大不大呢 還不小 旁邊這邊是暖溪國小 暖溪國小的操場 然後這邊是教師研習中心 所以整個看起來其實還不算小 就整個一次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沒時間了我就不細說 然後反正就很慘 我現在就要講 它現在變成綠 它現在變成是希望森林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 居民大家就在罵 狂罵成一團 所以你看之前是有 水源地那邊是有綠色隧道的 結果後來被 有一半就突然不見了 這樣 大家非常非常不高興 那這件事情就需要有人組織 然後我們就跳下來幫忙協助組織大家 然後把這個東西回過頭來 變成是在公部門的政策中進行對話 搞清楚他們到底要幹嘛 所以後來就變成在實體中 就變成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就你看這邊寫 捍衛暖暖暖水原地 拒建倉庫還暖暖樹林之類的 把書撞回去 後來自來水公司知道他們做錯事了 自來水公司的董事長就跑到基隆市 在基隆市政府裡面開了一個記者會 跟基隆人道歉 說他們做得不好 他們是為了要蓋倉庫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他們來道歉 但道歉完了之後 有沒有把書撞回去 還是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們後來就在討論了之後 讓這個議題就轉向成變成是說 那既來自來水公司你不撞回去 那我們自己撞 所以你們接下來會碰到的那位 李政仁老師 就是接下來要帶你們走讀的 對不對 李政仁老師 透過他幫我們找到2000株 原生種的樹種 台灣原生種的樹種 然後我們就用了一個上午 號召了大概300多個居民 以暖暖在地人為主 然後就一次把樹全部都種回去了 就這樣 這件事情在暖暖在地 一樣引起了大家的爭論 什麼爭論呢 有居民真的是這個是真的 有居民告訴我說 你怎麼可以在上面種樹 那是你的土地嗎 我想想對阿也不是我的 那我可以種嗎 真的換成你你覺得你要不要種 在哪兒